比利金保农民在2月收到发展商的通知 要求他们在收成之后即刻搬离农地 农民不加理会 没有想到发展商竟然出动了产名机 产平了农庄 那预估无虑的农民今天成交备忘录 给比利州务大臣拿杜斯里赞比利 希望大臣介入 好让农民能够继续的务农养家活口 20多名受影响的农民在社会主义党副主席萨拉斯带领下 前往霹雳州政府大厦成交备忘录 由州务大臣高级秘书法尔兹代为签收 农民申诉他们在被征用的土地生活了三个世代 再加上年事已高 无法随意搬迁 多次向州政府求助都毫无音讯 如今面对发展商以高压的手段逼迁 实在是无语问苍天 萨拉斯指出 这些农民的农作物除了提供本地市场之外 也外交到海外 因此建议政府出租土地 让农民继续的耕种维持升级